大家好,我是平民百姓 今天要為大家示範的是龍科熔爐的使用方式 龍科熔爐,這是一個新的系統 龍科熔爐,請注意,點左下角出起物 這個龍科熔爐 它分為兩個部分 一個是融合鍛造熔科 第二個部分 融合精粹 就是你要融合兩種東西 一個是鍛造龍科,一個是精粹 那這個系統它做出來的好處在哪邊 一定有人會問 你會問吧 因為我們基本上可以做出 例如說現在龍科都是固定 那我們現在可以做出我們自己想要的 量身定做的龍科 量身定做的龍科 第二個 你可以把你不要的龍科拿去熔掉 呵呵,一定有很多人有不要的嘛 像是轉動龍科,像我啊 我本身轉動龍科我比較不擅長 它不一定不好,但是我不喜歡用 我不擅長用 所以轉動的龍科我們就可以拿來熔 因為它現在做出來的新的龍科 它就像一個底座,鍛造龍科就像底座 然後它上面會有 一個,兩個,三個 隨機的啦 一或一到三個洞 那洞上面要像什麼,就是像精粹 我們可以像一個,兩個,三個 我們可以像自己喜歡的精粹 那精粹就是我們的技能 那你就是可以挑自己喜歡的技能 去做一個量身定做的技能 好,例如說 攻擊攻擊攻擊,防禦防禦防禦,回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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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做自己喜歡的技能 基本上 就是看個人喜好 然後像龍科的部分 順便跟各位提一下 現在 它會有分三種 哪三種? 第一種 我看到它香前上去是藍色的 因為這原本舊的,它就已經是香好的 第二種 就像這種 海綿香前的 鍛造龍科 三個洞的 第三種 就是這個 我找一個香比較完整的 第三個 這種 有香三個的 基本上龍科目前就是分這三種 好 好不好 那我現在先為大家來示範這個 融合鍛造龍科 的部分 好,素材有分兩種 好,第一個是龍科 第二個是精髓 好,素材只有這兩種 好,那當你的 當你的融合的這個素材 的稀有度越高 它出來的就會越好 好,就是 這個就是 我們懂嗎 就是,你要拿 最嫁的嘛 你越好的東西 這樣你能夠換越好的 我拿三顆 三星的 好,去融 呵… 有沒有,三個洞 斷照龍蚊機制 龍蚊我還蠻喜歡的,還不錯 然後 基本上做出來都是隨機的 這個 類型 類型是隨機的 裝備條件是隨機的 稀有度也是隨機的 屬性也是隨機的 但是你 你要用 稀有度越高的,它才會做出越高 那我可以把它的機率 控制成最高的一個機率 主要是這樣 然後有人會問說 我沒那麼多龍蚊怎麼辦 對啊,沒有那麼多龍蚊我去哪裡生 OK,沒有問題 你去雙周副本的高級跟超級 像這一周是尋找邀約智能牧 你去那個地方打個打 高級或超級它就會掉了 就會掉斷照龍蚊 那 第二個方式就是用龍的 第一個就是我剛講的 你去雙周的高級超級打 第二個就是 你自己在這邊用龍蚊鍛造龍蚊去融合 就這兩種方式 然後我們現在再為各位示範是 融合金翠 有分1、2、3星 有分1、2、3星 那我龍個3星 3星 我們來挑一下齁 為什麼這個地方要挑呢 喔,這個地方是關鍵喔 為什麼要挑呢 跟各位等一下再跟各位報告齁 可以看到我第一顆放的是 這個 額 炎之衝鋒龍龍蚊 基本上跟它的名字沒什麼猜它關係 請看它的最高技能 最高星數的技能 攻擊類型的技能 攻擊類型 請注意喔 最高星數喔 攻擊類型 然後我今天 三顆做起來 它合成之後 融合之後 它就會是攻擊類型喔 所以你要用第一顆的最高星數去控制 去控制 你所想要做出來的精粹 喔,攻擊類型的換套 當然它的這個 內容當然還是隨機 不過它會是攻擊類型的 光屬性成員以38%的攻擊力 追打光屬性一次喔 欸 就是 對啦,光打光嘛 嘿 好 齁,請記得喔 最高星數喔 然後 呃,一樣 我們一樣用越稀有的 它做出來的 這個精粹對不對 它就會越好 齁,那裡面 呃,一樣也是隨機的啦 齁,那我現在來為各位這個 示範一下 如何這個 把我們的 精粹箱上去 齁,隨便挑一顆 箱前 可以看到啦 可以看到星數有沒有 星數三星一星二星 它是隨機的 所以,你要控制的是什麼 你要控制的是說 欸,我 兩千分四千五百分的積分 我希望它的 它的精粹它是好一點的 所以這個就是 就是這個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新的系統好的地方 齁,因為它是隨機的 那,呃 這樣我第一個箱的是三星的精粹 如果它第一個箱的是一星 一星做出來 非常稀有的精粹去箱 它兩千分就可以發動 非常強大的技能 的技能喔 挑一個 這是光的嘛 我剛剛是火的 沒有用 我先確認一下齁 找一個 水 水 水的看看 喔,我用水的試試看 喔,想一星 你們看我這個水的 第一個是一星喔 回復力提升14% 好,反正我就這兩顆嘛 我就 我看一下有沒有數 你們注意喔 我這一顆是 不分種族 所以沒有差 喔,我一星 我香這個 我香這個 如果我香 神族攻擊力 基本上這顆就是要給水神用 可能像是菠菜盾之類的 喔,香是這樣香 啊,你可以香 三個都香上去 水的龍科 水神 喔,水的攻擊力提升36% 喔,對 再香一個二星的 妖精 按 瘦 瘦 喔,所以我這樣給水神用 那我第三個 欸 誰說一定要香 我可以控下來吧 那我到時候再做一個更好的精髓 我再香上去 那就OK了 基本上這是一個使用上的技巧 不用急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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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 重點是你要香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跟各位報告齁 這個 精髓香上去之後 你右上角有個XX有沒有 按XX 確定移除精髓 被移除的精髓 將怎麼樣 不可取回 就是它挖掉它就沒了 懂嗎 挖掉就沒了 齁,所以 如果你沒有 當下沒有那麼好的精髓 其實我們 不一定急著要香 那我先 像我這樣我在使用 我就馬上就是用2000積分 跟4500積分 我就可以提升30%跟36%的水神組 的攻擊力 水 水屬是一定的嘛 神組的話就是可能 像我這樣 你用波曬盾之類的 水神波曬盾之類的 齁,實用上大概是這樣 技巧跟運用 要靠各 大家的這個 天馬行空的一些想法 去做一個運用 齁,沒有規定 沒有固定 一定要用什麼方式 因為它這個龍 龍科龍 龍乳這個系統 我個人認為它是 呃,蠻有趣的一個系統 齁,重點就是你要自己去 升一些龍科 但是機率性的地方 是它好玩的地方 因為 有些時候你可能可以做出一些 呃,蠻不錯的龍科 齁,舉個例子齁 呃,像 呃,百姓剛剛做了一顆齁 齁,這顆暗的彈珠龍科 暗的彈珠龍科 來,我讓各位看一下我這顆做的是什麼樣 可以看到齁 我第一個 暗屬性成員攻擊力提升28% 第二個 魔族攻擊力提升33% 第三個 暗屬性再提升39% 哇靠 光這一顆龍科 我剛開這個龍科 就28% 33% 39% 三個增傷上去了 看到沒有 一顆龍科就 就我看技能都不用開了 對,沒錯 這就是運用上的一個技巧 齁,所以各位 欸,我也可以用超級防御力喔 你懂嗎 對不對 全身都是防御力啊 又防又補的齁 所以各位可以 可以自己按自己喜歡的 去搭配自己喜歡的龍科 齁 再可以提示你們一個 譬如說 你 蛤,減CD龍科 蛤? 有沒有 控場龍科 有沒有 對 就按各位 按照各位的那個 idea去發揮 好不好 那 今天的這個 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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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個 影片示範 齁,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的觀賞 掰掰